她滴滴在她耳边似安慰,又似又哄,别怕,有我在,马上就不冷了。 我之冷冽,我之炽热,我之眷恋,我之温柔,都只是为你。 遇见你后方之,过往一切,都是为了,今日我能讨好你。 别怕,无碍,小妖。 海贝里的树盏,水母宫灯悠悠地闪着蓝光,映照着被随手置在戴帽踏头的那枚惺惺镜,一鸣一灭,踏上千万缕白发并着青丝已是层层叠叠,纠缠无解。 当时不会相思,却害相思,而经欲解相思,忍待情思。 海贝外的一角,不知何时,悄悄飘来一枝桃花。 桃枝才堪长成,却是含苞欲放之时。 海水温柔,耐心无限,一遍又一遍,时轻时重地俯过桃枝,那花苞便如吸饱了水一般,更是娇嫩欲滴,令人忍不住想要触上一触。 又有暗流汹涌,将花枝打着旋钉在海背一角,无法挪动,只能贴在壳壁上再浮再沉。 而在水流几番无情的冲刷之下,花苞便颤颤巍巍的巍巍张开一线细缝,似乎能窥见那里娇嫩无比的花蕊。 海浪却骤然激烈起来,一波接着一波,在这寂寂深海中直似永无止境,永不后退,带着席卷一切的狂烈之姿高歌猛进。 桃花不堪欺凌下,花瓣被迫片片张开,生生地应受着浪涛的冲击。 花瓣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,四交四提,如气如素。 连那花瓣的边缘都不由地变了颜色。 海浪并未止息,只是翻腾着卷起更深更大的漩涡,将那桃花深深裹在窝流之中。 来去之间,连那本不见天日的花蕊都被魔折得站立不已。 窝流却四发了性子,渐渐酷裂起来,漩涡无底,极大的犀利将桃花吸吹到花枝阵阵发颤。 花蕊速速抖战,免力想卷起,却又无一点挣扎一平之法,只能任由这暗黑如夜的水流将自己翻来覆去。 而那花心,却在无可奈何之际,悄然庆出一点花蜜,又被海水抿去。 海浪如痴如狂,桃花似梦似醉。 既然深海中,唯有这海水卷着桃花,嬉戏纠缠着,翻飞舞动着,轻战爱怜着。 白浪翻涌间,桃花刹那间便全然绽放开来,鲜艳夺目,绿色惊人。 而那波浪顿时温和下来,悄然逝去花瓣上的点点斑痕。 不一刻,那被月光染成银色的海水便再度席卷而来,将花枝冲上另一个风间,直视如夜色般无穷无尽。 智爱桃枝夭夭夭,灼灼间满目滑涩,炎烟处万般风流。 漫溢红竹朝涌起,懒蝶带冒青丝长。 小妖悠悠行转的时候,已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,深海中的大海贝源就是与世隔绝的所在,又有谁在乎世间流逝呢? 只不过,当年分分秒秒的煎熬,于今已成了心心念念的相伴。 她觉得身上又酸又麻,还隐隐有些作疼,但这点微不足道的疼痛,却又如甘露般,将她已然盛开的心花,浇灌得欲加浊然耀目。 小妖懒懒的,闭着眼睛也不睁开,反正睁目也是一片黑暗。 而今哪怕闭眼,面前的黑暗也不再萧索枯寂无奈绝望,而是静蜜甜蜜如丝如断。 今年痴心妄想一旦成真,她满足地轻叹了口气,快活地翻了个身,把自己准确地滚进枕边人的怀抱中,确认了她真实的存在,又将耳朵贴在她的心口,倾听着强劲沉稳的心跳,唇就忍不住勾起,笑意就将将要满意出来。 小妖把自己蜷缩成一团,像一只冬日的小兽,恨不得完完全全地被她秘密实实地包裹住。 像柳这,就算是她的人了吧,她只是稍微回想一下昨夜她对她做的那些,脸上就跟火烧的一样,简直恨不得找个地缝直接钻下去永远不要见人。 她如此温柔,却又如此强硬。 她都那样哭着求她了,她还是不放过她。 到最后,她只记得香柳一直在换她的名字,小妖。 小妖便如什么法咒一般,只让她着了魔似的魂消魄散,任她摆布。 还有那情人骨,她咬着唇响,真的,不需要她再做什么研究了。 香柳这个混账,这时候居然放开了妖力对蛊虫的压制。 于是神兽魂与嫡缠绵之际,她知道她,她也知道她,万般滋味,千种感受进阶隐藏不住。 这才真正是要了她的小命了。 研究出这股的绝对不是个正经人。 这分明是大慌无二的情要。 香柳,只看着她把一张俏脸埋在自己怀里,死活不肯露出来,便斩臂,把她更抱得紧些。 轻声问道,还疼吗? 小妖,把脸在她怀里埋得更深,也不知模模糊糊地哼哼唧唧了什么。 这下就连香柳的耳力再好,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了。 香柳不由哑然失笑,就想将她的小脑袋从自己怀里挖出来,还没用力。 小妖便用双臂紧紧估住她的腰,口不择言地道,第一次哪有不疼的? 你明明知道我疼不疼,还问我,你就会欺负我。 然后,她觉得香柳低下头来,唇紧紧贴着她的耳边,滚烫的气息把她的耳根啄得一片火热。 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如此好听,饮满了笑意,慢条思理地道,欺负。 谷告诉我,你很欢喜被我欺负。 小妖跟被只踩到了尾巴的兔子一样,修脑到了极杵,也就破罐子破摔,豁了出去道,就是这个谷。 你明明可以放开腰力压制,让我感觉到你的,为什么从来不放开? 香柳的声音立刻就淡了下来,她沉默了一下,只是简短地说,我怕你疼。 之前,她为着别人伤心痛楚,辗转无眠,她只恨不能以身相待,感同身受外还要因此在家时被百倍的痛苦折磨。 她为着别人欢喜,她除了感受到她的喜悦甜蜜,愤怒绝望之外,更是痛彻心扉,催甘断肠。 她如何感,又如何愿让她尝的这等滋味? 小妖冰雪聪明,听她平静的四个字,哪怕时过境迁,也不禁地颤抖了一下。 她是直到以心换心后才真正知晓这蛊虫感同身受的厉害之处,之前一直被瞒得密不透风,只以为就是个关键时刻续命的务事。 她喃喃地又问道,既然如此,你为何不早早地把蛊又杀了,又何至于吃那么多苦? 向柳的唇在她的耳边发肩辗转了一会儿,沉沉道,不舍得杀。 即便如此,她也不舍得切断这隐秘痛苦的一点联系,只愿分担她的痛苦和喜悦,哪怕不是因她而起,又甚者,哪怕想起这苦痛是她带给她的,痛到深处便有极细极微的甜意。 小妖的心又被一下子揪了起来,如同一件衣服般被倒衣杵翻来倒去垂了无数次,又被在冰凉的井水里浸泡几番,再被大力凝成个麻花状去水,最后被哆哆嗦嗦地抖开挂在靓衣绳上。 香柳立刻赶道,轻轻捏咬她的耳垂,道,都过去了,我没事。 线下不是好端端地抱着你吗? 这叫没事,昨夜情动如火之际,小妖脑子一团江湖,根本不好使唤,除了把她的名字画了几百几千声,什么都不曾说得。 线下生米都煮成熟饭,再翻旧账,她便理直气壮得多了,当下便气鼓鼓地道,那你,之前在武神山中了鼓,为什么知道是昏蒙也不告诉我? 线下生米都煮成熟饭,再翻旧账。